我們這一次同學們把他們四年裡面所學到的專業 然後加上他們的創意跟創新的一個觀念 尤其結合社會上的一些關心的主題跟議題 然後在同學們团队之間的一個合作 把他們的作品展示出來 可以說是表現非常傑出 內容非常豐富 非常有創意 那他們參加像青春設計節的博物的一個展覽 他就已經五項獲得入圍 所以這個表示他們的作品 也獲得外面這樣各項展覽的一個肯定 那也表示他們的這個相當的水準 那最主要的就是他們同學們之間 在這個理念上的一個創新 跟團隊這樣的一個互相的切磋 我想對他們這樣的將來要畢業進入職場 會有很深很深的這樣的一個啟發跟學習的一個機會 對而且也累積這樣的一個經驗 在職場上的競爭力會更好 我們這一屆畢業展主題Boundary回介 其實就是希望學生透過 這就是業界跟我們學界之間的一個界線 然後呢在這個界線上的設計之窗 可以跨越之後去擁抱我們的建築與室內設計的產業界 那這一次設計最特別的地方是 其實我們本著我們正修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技職教育的這個務實自用的一個精神 然後我們將產業界和政府他們所需要的人才取向 然後我們來作為學生題目上的一些設定 那尤其現在在疫情之下 有非常多建築設計的空間思考都需要被改善 因此這一次我們的比如說全民運動中心 市場的改造社區的改造或是圖書館設計 都是當下政府正在大力推動的一些建設 那這些學生把一些永續設計通用設計 還有這個文化含購的部分 通通可以置入到設計當中 那也因應疫情他們在很多空間的通風 還有中介性的空間上去做了創意性的設計 所以我們這一次在國二青春設計節的創意設計的部分 入圍的這五組作品事實上就是用這樣一個面向 得到這個委員的青睞 然後就入圍的決選 那我們是希望在五月這個十二到十五 國二青春設計節創意設計決賽的時候 他們都能夠大放一彩 我們基地位於美濃湖的旁邊 那我們就是結合當地社區的願景 然後去做一個綠美化以及綠資源的回收 然後這邊的話是我們的基地 然後我們基地旁邊的話會有水連的加工廠 以及這邊是那個客家文化中心 那我們就是結合這個觀光鏈 然後去做資源的循環 像我們這邊也有設置水資源的循環 我們透過水資源的循環可以跟這邊的水連去做連接 然後也可以跟這邊的社區也做連接 那以及我們有做農務的碳化 我們周邊都是農作物 然後我們就是把稻殼去做一個回收 然後去做這邊的資源可以產生電力 或者是一些生物碳之類的 就是也可以回饋於當地的農民 以及我們這邊的居民去做用電 那大支廠是這樣 謝謝 我們水循環的話是 我們屋頂是斜屋頂 然後我們會做就是排溝去做集合在地下室 對然後再做抽身的去做雨水的循環 那裡面的話我們這邊是工廠去做碳化的功能 然後去回饋於這邊的社會這樣 主要建築是這一個 那這邊有我們的剖面膜 可以比較詳細的看我們內部的一些動線 那因為我們的主題有聚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是提供於社區 就是他們比如說要跟這裡借場地 或者是去舉辦一些活動 去推廣一些綠環保的知識的話 我們就會在這邊去做進行 那因為這邊也是環美農湖 風景也蠻優美的 旁邊是我們的概念膜 這邊的話 這邊的話主要是講我們的形體的由來 以及我們形體的區分 這邊的話是講我們主要的動線 對 對就是因為我們希望就是 能夠在這個地方去處留久一點 所以我們的動線的話是已回到市 基地是在柯仔寮周遭的一塊 土地 然後我們的設計議題是因應了現在海洋環保的 海洋環保的問題 然後影響到漁港存續 然後因此我們選擇柯仔寮這塊土地去做改變 我們我們選擇這塊基地的原因是因應 以這個模型來講的話 我們柯仔寮的漁港在這邊 然後是可以直接 直接 藉著人行道直接進到我們的這塊基地 就是 沒有這邊 這邊是人行道的部分 就是 呃 這邊是馬路 然後 那我們就是做的是漁人碼頭設計 那我們的名字叫做回遊 那我們的設計議題是 因為就是海洋漁業 因為環境的變遷 然後漁業資源變少 然後漁港也面臨存續的問題 那還有漁港的基地印象這兩個議題來講 那像就是 呃我們的漁港的話是 我們的基地是設在就是 子貫區的阿寮漁港 然後那這邊的話我們就是 主要就是設計就是說就是讓這個地方就是 因為它就是少了 呃 它的這個地方它就是只有就是觀光漁市 然後漁會 然後就是還有一些當地海庭 那我們希望就有就是 它這塊地原本是空地的 我們希望它可以串聯成在一起 變成一個觀光袋 那藉由就是 這個這個基地的產生的話 我們就可以打造一個新的遊樂景點 那進一步在地觀光的產業 然後就是 主要就是一個觀光袋的行程 然後我們這個地方它有 它有一些 像是一些觀景區 或者是一些娛樂區親子的娛樂 然後或者是說像是 呃商業可以做一些就是當地的商業採買 或者是說就是 呃一些體驗就是體驗 像是我們前面這個就是一些觀光漁船的體驗 然後 雖然就是這幾棟 但是它每一層樓 它是 它雖然是一整棟 但是它每一層樓都有就是不同的空間 對 都有不同的空間 那就是藉由這些廊道的串聯 然後可以帶到就是 呃每一層你要的不同的商業的地方 商業的空間這樣子 對它都是聯通的 對它都是聯通的 那停車廠的話 它因為就是太大了 那它最上面兩層 我們是做一些 呃景觀餐廳的部分去做使用 會使停車廠使用起來 它是較為合理的 那從就是上面景觀餐廳來看 可以看出去 看到海洋 那這樣在吃東西的方面 也會就是 呃看起來更賞心悅目這樣子 它這個是那個 就是 它這應該是算是一些草 它這邊是一個活動區 那我們就是配合這些材料的應用 所以我們是使用木屑粉 這樣子 好 嘿 謝謝老師 好 對 那我們今天美容那邊 我們有查過他們的社區院廳 他們是要做一些 的 就是做一種 這什麼東西都好 來 來 這邊是 這邊的話是他們的特殊產業 是野獵池 然後旁邊的話 這邊是 特殊舞蹈 所以他們的那邊 的話是非常多 是一種 對對對 就是產業的行動 所以我們就是 因為這邊是野獵 所以我們有 所以我們有 這個行動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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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可以提供 當地的精品去做 使用 也可以回饋我們的野獵 那 除此之外 因為他們那邊 是農業大福 所以他們有很多 對 他們有一些農廢料 那我們就是 解決工廠的行事 去做 生物看的方式 然後也可以 產生一些電力 去做一個 產業資源的循環 然後 就是回饋於社區 也可以給 我們工廠區 做使用 也是一個 比較環保的行動 你好 我是李嘉 然後我隊友是許蒂玲 我們主題是 青年科技創業園區 然後 我們因為現在 年輕人想要創業 可是缺乏 資資金以及場域 所以我們想要打造一個 創業園區 然後來提供給年輕人 做創業使用 然後呢 這樣子 我們在三年之後呢 可以為他們 舉辦成果展 然後 讓新一代的年輕人 看見機會 也藉以培養下一代的人才 那我們的基地 縣只在大一公園 那這邊的話 是博二 然後這邊的話 是流英中心 那這邊有一條 自行車 跟輕軌連接 然後這邊的話 是捷運局線 那我們基地 因為原本是 大一公園 所以我們 全部一樓都是 做為綠地 跟自行車步道 還有人行步道 來做為回饋市民這樣 我們這個橋樑 是連接兩邊 兩棟 因為這半邊呢 是我們的辦公部分 這半邊是住宿部分 我們提供住宿 給青年做使用 對 住宿 這邊是住宿 然後這邊呢 是住宿五人房 樓中樓的設計 然後這邊還有雙人房 以及給貴賓的單人套房 然後這邊辦公呢 我們有創業團隊 以及分享辦公室的部分 這樣子 原本是蠻困難 而且原本我們的結構呢 是用柱子 可是柱子的話外露不好看 所以我們中間呢 是做承重牆的設計 對 用承重牆去做支撐 這樣子 結構 承重牆然後再搭配梁 去做結構的支撐 沒有柱子撐上去 景觀造景 然後這邊是水池的部分 對 我們做大面積的花園開放 回饋給市民做使用 我們的主題稱為戰欄 然後我們主要是做海洋探索館的部分 然後我們的基地是位於大港橋這邊 然後香蕉碼頭的後面這裡 然後我們的配置的話 主要就是ABC山洞 然後我們設計理念 由我們這位同學做說明 以潮間帶去做法響 就是 它中間的縫隙就是 以人流的動向去做互動 然後 然後我們A洞主要是做大廳的路口 然後B洞的話主要是主要展場空間 C洞的話就是我們現在很流行的 那個3C的互動區 以及觸摸池的部分 然後我們旁邊這個剖面圖 是剖A B洞這裡 然後往這裡看 呃 方便宜在這嗎 就這個剖面 對對對 然後是做這個是A洞 這個是B洞 然後中間是以就是 地下的那個海底隧道去做串聯 對對對 就是這裡都看得到 對對對 地下的海底隧道去做串聯 然後就是從大廳下來到地下室 然後經過海底隧道 為我們主要的展覽區域 海面在哪裡 海面是在這裡 這裡 這裡就是我們的海面 所以就可以看到海底的一些風貌 然後 對我們是用壓克力去做一個厚度 然後有外擴一個海底的一個景觀牆 講一下那個牆 喔然後我們中間就是山洞 就是以用天橋的方式去做串聯 然後社區的居民也可以晚上來這裡散步 然後我們也把就是車道做地下化的部分 讓整個園區不會交通這麼的混亂 對 這個是我們中間有一個大水缸的部分 然後為了增加整體的照明 我們在上面採用了一些就是倉庫的元素的一些天窗 去做採光的照明 因為就增加它的通風性 因為我們三樓主要就是工作人員養護的部分 對 魚缸整個保養的養護的部分 對 我是建築四甲的工智會 我是陸潔玲 然後我們坐的是藝術文化中心 然後我們的這塊基地是在高雄總圖的隔壁這樣子 然後這邊其實是一塊經貿的核心區 所以我們坐在這裡藝術文化中心就是因為我們希望可以吸引到民眾的目光這樣子 然後因為其實美術館在大眾的印象當中 其實就是一種獨棟的美術館 所以我們就是希望能夠打破這種既定印象 然後並且結合植物園 然後來做出一個可以與大自然共享 然後與民眾有互動式的藝術文化中心 然後我們總共有分五個區域 這邊是我們的入口大廳 然後這邊是我們的藝術展館 這邊是我們的玻璃文印跟專事藝術展 然後這邊是我們的親子互動館 這邊是我們的景觀餐廳 我們主要接待入口是在這邊 然後我們的藝術展館就是有我們的水彩展區 跟我們的油畫展區 還有我們的書法展區 然後這邊是玻璃文藝跟專事藝術的部分 然後這邊是我們的文算書店 這邊二樓的部分是我們的親子互動 DIY教室跟我們的美術教室 然後這邊就是景觀餐廳 我們展區的部分 我們還有設計 可以挑空的設計 就是在二樓的地方可以 對對對 在二樓的地方可以 就是俯瞰我們樓下的畫展這樣 然後我們景觀藍道的部分 我們也是 也是採用就是二樓的部分可以 往下看我們的景觀 我們也是希望民眾走起來會有一些趣味性 所以我們有一些台階的變化在這邊 然後包括在我們的藝術展館的部分 也有一些空中廊道 就是讓民眾在裡面走起來其實也不會這麼的無趣 然後因為我們的園區其實有結合植物園 所以我們是以這邊的近景以及中景 還有廊道景觀以及遠景樹 然後來做一個我們植物園的一些設計 然後包括我們外面其實也有一些公共設施啊 然後可以供民眾可以在這裡進行修氣 然後還有一些打卡的活動這樣子 對 因為其實我們的樹會有這麼多的顏色 就是因為我們想要表達出 我們植物園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花卉以及樹 所以我們才做的比較繽紛的色彩 與別人是不同的這樣子 我主要做的就是生態永續下與婚禮文化園區 主要是基地是位於在台灣高雄左營區 然後鄰近大順一路及自由一路 然後希望以過往以傳統影響的狀態下 與國外差異其實算滿大的 其實希望開放與傳統之間難以割捨 希望利用園區的設計 然後來結合相關的產業鏈 及文竄相關園區外 可以提供園區內可以提供一個完整式的服務 及流程的安排 希望同時也能藉由園區解決以往傳統上面所面臨到的一些問題 希望可以藉由這個元素 然後新人在舉辦婚禮的同時 然後也可以不會像過往一樣 就是被長輩而束縛著 然後我講一下 我最主要的概念是 以愛河流水的意向為主 主要是以曲線 軸線式發展出不同的角度 其實都可以形成一個景觀休息的空間 然後同時也可以作為攝影集拍攝的一個場景 即帶動附近的商業的社會經濟 即相關產業鏈等 還有一個最主要的就是 以半球體形式去營造出婚禮相關婚禮的見證所 然後透過水安市的風格 然後希望給新人不一樣的感受 然後即不同角度 即中西市的庭園造景 然後同時都可以成為一種拍攝的選擇 即場地上的考量 即新人今天想要拍 今天想要拍中式的婚紗 即西式的婚紗 連一般的家庭 跟可能情侶也都可以一起來這裡 攝影場館附近的景觀 主要是以中式的景觀造景 即西式的庭園造景 這邊也有增設西式的花架 希望就是在價錢的考量 即今天可能新人 家庭跟情侶來都可以 做一個場地的選擇 即價錢的考量 然後可能今天想要拍中式或西式 就有一種多元化的選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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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